去灯后的女生前世 昨天做的藕粉沉淀好了 倒掉表面的水 十斤藕就这一点烦 我哭了 风干水分 重型网 用手摁成细末 阴天不容易干 那我就用吹风机吧 我真是个机智杆 我的偶粉 去灯后的女生前世 雪花酥很好吃 所以我决定可以自己做一次 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不知道我做出来会是怎样的 好了加入棉花糖炒画 加入妈妈买的奶粉 差不多了出锅 去灯后的女生前世 之前剩下的偶粉终于晾干了 终于可以吃到自己做的偶粉了 开心开心开心 大家都说偶粉很难冲好 看我一次成功 给你们看看 先倒入一点点温水 搅拌化 然后快速倒入一百度的开水 使劲夸我吧 一次成功了 加一点坚果 开动 嗯 这只做的就是美味 赞 接下来我会挑战自制土豆粉 你觉得怎么样呢 去灯后的女生寝室 上铺买回来的猪皮 我帮她煮了 看看好不好吃 冷水下锅 加入葱料酒 煮十分钟 时间到 捞出卷了的皮 成热 卷成桶 然后五花大宝的把它捆好 这都会 我太厉害了 油热 加入豆瓣酱 葱 干辣椒 八角 炒香 然后加入水 冰糖 盐 鸡精 生抽 老抽 料酒 蚝油 加入捆好的猪皮卷 慢慢煮三十分钟 等待的过程中 嗯 去蹲个车水 时间到了 出锅 来点青红辣椒 点缀一下 香 真的香 嗯 口感 Q弹软呢 满满的胶纹蛋白 嗯 直接脂肥了 忘记给商铺留了 糖汁就留给它泡饭用吧 嘿嘿 是灯后的女生寝室 有宝宝私信我说 如果我做棉花糖 就让全班的同学给我小星星 背好你们的小星星 加入白糖 预热两分钟 出丝了 出丝了 好好玩啊 为什么不成原型呢 我就不信我不能成功 再来 只要功夫深 体处磨成绣花针 再来 为什么它就是不远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被子啊 去灯后的女生寝室 买了十斤土豆 我要开始自制土豆粉了 榨汁鸡嘛 依然没有修好 还是只能手动啊 抹土豆的手感 跟藕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但还是那么治愈 如果在我手工制作的时候 有人给我鼓励 我会更有动力的 给你小星星哦 加油 收到小星星 感觉自己动力十足了 都养花了呀 得够乱几个 终于磨完了 这下我都可以单手提筒装饰了 现在加入清水 揉搓一下 放在纱布里 过滤出土豆渣 第一遍剩下的土豆渣 再加入清水 再揉搓一下 把土豆粉完全挤出来 过滤出来的水 静置六个小时 希望这次沉淀出的土豆粉 要比上一次的藕粉多 去灯后的女生寝室 昨天做的土豆粉沉淀好了 有一股酥了的味道 快速倒掉表面的水 还好还好 粉还没有嗖味 看起来要比藕粉多点 但还是有点少 做藕粉的经验告诉我 不能用吹风机 有扇子吧 这样扇不知道要多久 我还是等它慢慢晾干吧 这里吃土豆饭 又见我一步 开心开心开心